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旅游 窗前伤万个门口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外抱既然不能逗留 何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外抱既然不能逗留 何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很好笑的 哈哈 大哥 不好意思了出來 我们就趕跟ibilidad住了 然后ımızı 你说了 我们再聊一会 没事 没事吧 我昨天科目山没有靠过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以后我本来是想把扎金贴队房 然后就回贵岭的 但是一想到你 心里面可能从这里一走 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但是真的是舍不得你 舍不得我 对啊 舍不得就留下来呗 留下来 你也舍不得我走是吧 你还没逃到家费证吗 回去了 不是时候吗 真的 你是真的 不希望我走 是吧 你也不想走啊 那肯定呢 只要我每天都能够看到你 我真的心满意足啊 对吗 是啊 那你那边没退房是吗 房子本来是想今天早上退的 但是我给你发了信息 你说下午要世界出来 我们再聊一会儿 以后我就 我还没有跟房东说 我就是把我那些过瓦瓢瓶 全部都丢了 目前就还有被子没有丢 我是见你昨天蛮伤心的 然后跟你聊聊天好的 写一写 忧愁 确实 是考不过心烦意乱 还是 什么情况啊 第一次没有考过 肯定是心里面有一点 是吧 不开心 就是想到你这边 我这边我相亲对象也是好朋友啦 是不是因为我相亲对象 然后就促进深情 然后就伤心了 是啊 因为你去相亲了嘛 然后也不知道你跟你相亲对象 有没有希望是不是 你是跟相亲对象说好了是吧 我跟他已经是朋友了 以后不会再见面了是吧 应该吧 应该 真的 我看你哭得那么伤心 我也云心不忍 对 昨天我确实哭了 我哭得圆圆 并不是因为我考不过家中 而是因为想到了你 想到了我们以前经历的事情呢 去这里去那里的 以后也想到了我第一次跟你 呃 来哪里的时候跟你去公园里面 第一次见面啊 以后想到了你 以后 带我去你家里面去玩 以后 是吧 以后各种 各种 时光吧 反正各种回忆 我都想到了你 你想到这种我就 流泪了 这有什么吗 说明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那 先休息几天 后几天跟我去玩吧 去哪里玩 去我家也可以啊 要不要去 去你家啊 去钓鱼 真的啊 啊 真的啊 对啊 那我不退房了 我告诉你了 你不退啊 你东西都扔了 反正我还要拿这里考驾照的 随便你啊 那我不回归了呢 有你 有你 好 反正 你在哪里也就我这个朋友了 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烧心 拿过的回去呢 是 是 对 好了 驾驶证了 买车了 跟你一起去桂林玩嘛 是不是 嗯 嗯 刚才跟小七聊了一会儿 原来我是想今天早上退房回桂林的 但是呢 下午 他愿意出来跟我聊一会儿 然后刚刚听他这样子说话 我觉得我还有希望 因为他并没有讨厌我 他自己都说了 呃 希望我留下来吧 那种意思 然后呢 他说 可能的话 说去哪里玩 还不知道呢 好像是 为他家吧 不知道是不是 等一下我问清楚他 我不退房了 我不退房了 我也不回桂林了 我现在 又引起了希望 我